其實指揮中心的公布新增了 今天的是兩名境外移入 還有兩名幫提到的本土個案 但大家最關注的這本土個案 是醫護情侶黨 而目前相關接觸者 已經採檢了464人 全是陰性 我們來聽看稍早指揮中心的說法 兩例的本土的案例 那一位是一位是醫師 一位是這醫師 那因為到進去我們的隔離的病房 隔離負壓病房 替原來COVID-19確診者 在醫療中的確診者 那因為狀況比較嚴重 所以進去插管 曾經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然後在1月8號 從回顧起來 他覺得有一點點的症狀 那到1月4號 覺得身體不舒服 所以就報告醫院 然後採檢確診 那是838 那839 是護理師 是護理師 不過他們基本上在判定上 應該不是在工作上面的人意 應該是他們算是密切的接觸者 他是他的女朋友 誰在這裡面 大概是在社區這裡面有兩個案例 一個是在醫院的一個醫院感染 那一個是在社區的感染 那為了因應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大概從昨天 昨天下午開始 就緊急發動了所有的疫調 跟所有的醫院裡面必要的一些處置 那醫院裡面的處置 大概最大家比較關心的 也是我們大家 最關心的 就相關的接觸者或是服務的病房 我們大概做了哪一些的事情 那我們先跟大家報告就是 在這裡面 我們大概初步來看這個 病例在醫院裡面並沒有 造成 院內裡面有這樣的感染擴大的情形 那我們匡列了非常多的人 到 從昨天的 應該是晚上有第一批出來 那晚上11點再出來一批 那然後11點晚上的半夜 整個從半夜11點我們召回所有 這些相關可能接觸的人 那跟大夜班的服務的人 那整體的做了一些採檢 那分批在今天早上7點半 那在早上大概10點多9點半 另外一批是剛剛 剛剛之所以拖了一點時間 是因為今天早上又匡列了22個人 原來是匡列四百 四百四十二 匡列了四百四十二人 那今天早上又再匡列了二十二人 那最後我們剛才是在等這樣的一個 結果出來 那也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我們在裡面採檢了四百六十四人 總共採檢了四百六十四人 那全部都是陰性 那這是在院內 那院內我們除了做這樣的一個大規模的 一些採檢之外 我們在裡面 在暫時裡面初步先決定 這醫院現在是在住院的部分 只出不進 在住院部分只出不進 那早上也把急診室 滋留在急診室 相關的病人轉診到其他的醫院 因為這醫院裡面本身在護理人員 我們也匡列了 醫護人應該是說 相關的工作人員 我們也匡列了三十九人 那有二十六個人 到我們的集中檢疫所 集中檢疫 那十三個人在這個居家檢疫 那因應這樣的一個暫時的一個短時間的人力 所以我們讓醫院的負荷盡量能夠減低 希望能夠把這個醫院的清消消毒再把它做 完全 那目前 目前做就是把相關這些 醫師跟護理人員的足跡 或在醫院內的足跡就是有照顧過的病人 或是他有待過的這些相關的station 不管是在ICU的也好 或者就在 我們的一般的病 在病室裡面的 全部都清空 那移到我們相關的隔離的病房 那全部以先以 這個確診者這樣的一個防護的措施 來處理這些相關有接觸到的病人 那至於在探病 我們現在就先 原則上禁止探病 除非有緊急的情況 有院方式情況來決定 但原則上是禁止探病 那陪病者一人 違憲 那維持原來的實名制 那在整個這樣的裡面 當然後續我們還有需要在社區部分 還要再處理 社區的部分 我們的疫調也陸續在進行 那也匡列了一些的隔離者 那還有 一些 自主健康管理 那陸陸續續 因為兩位的足跡部分跟接觸者的部分 我們大概下午應該能夠做得比較 完全 那因為也要 那些人也是需要經過採檢 那採檢還沒有都完成 所以大概明天上午應該採檢會完成 那整體這樣的一個院內的感染 的事件 我們當然覺得非常的遺憾 那不過呢 我們也要感謝我們的醫護護理 還有我們的醫事人員 長期處在這第一線 那暴露在這樣的一個風險之中 那雖然我們這整體的感染控制 的實施跟演練都非常的嚴格 但也難免有擺命一書 那所以所信是整個院方處理的態度 非常的積極迅速 加上我們的防疫的人員也全部全力來協助 那最感謝的是昨天晚上大概整晚 所有的檢驗的人員 大概都漏夜都沒有睡 分著4批 把所有該檢驗的都檢驗完畢 讓我們也比較清楚在後續的處理上面 怎麼樣能夠達到更完整的一個效果 那所以我們也希望說我們感染的醫護人員 也希望他們 大家幫他集集氣 祈福 希望這些醫護人員能夠早日的康復 那另外呢 這個軌跡 還沒有非常的 完全 不過有一些軌跡 是有一點錯誤 那我們現在請那個我們警政單位 再把他釐清中 再把他釐清中 那838的 因為他早一點 所以他 調查的相對比較完整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是1月8日到9日 這裡面跟社區有接觸的大概有三個地點 大江溝中心 星巴克國際門市 那正於五金行 桃園國際店 這是838的一個相關公共場所的一個 足跡 那至於839他有跟我們講了一些的 那個他有去過的地方 那桃園衛生局也根據他的一個口述 去相關的地點進行消毒 那有一些也今天也停業 那不過我們再進一步的在核對 基本上有一些區域他去過的 是在他感染期之前的 那他只是憑著他的一個印象裡面 講出了一些地方 那所以我們覺得這應該要 更精確一些 所以現在跟警政單位在核對 透過這些相關的這些系統 然後還有一些相關時間 再跟他在對好 那下午如果我們這清楚 我們隨時會給大家來公佈 好 剛剛我們聽到陳時中講到 包括這兩名本土的案例 他們的足跡現在在整理 不過我們先來帶大家來看到案838 也就證明這個醫師他的足跡路線 大家不要關注 1月6號 1月7號 基本上他就上下班這樣的路線 沒有到外面 而1月8號是說下班 大概晚上8點獨自一人到大江購物中心 去吃丼飯 而吃完之後開車回家 而1月9號休假日大概下午1點 步行到星巴克門市 然後停留了30分鐘 步行再到五金行 這邊來逛逛 然後返回住處 在1月10號 8點到醫院值班 那桃園市長鄭文燦 也率衛生局長出面說明 一起來聽 隔離的有109位 那麼 具有護 醫護人員身份的有39位 那我們現在在進行二輪的這個疫調 那必須要用軌跡圖來追蹤 那 追蹤之後可能還會增加一些隔離的人數 那另外 今天部長也有說明 有採檢了464位 那 目前都是陰性 那 不過有些會做二次採檢 那 案例838跟839的這個活動的軌跡喔 那我們這個初步已經有有這個進行第一輪的疫調 那 那麼有有三家去過的場所 因為這個是這個人潮比較多 那 因此中疫情指揮中心決定公佈場所 包括大江購物中心 星巴克國際店 鎮宇谷金國際店 那這三家我們都通知他停止營業一天 那進行這個消毒 那其他也有 其他也有在這時間比較長的部分 那我們一樣 其他四家 因為他這個距離這個發 這個產生症狀是比較久的 那我們一樣請他們做這個停業跟消毒的工作 那 減少風險 那另外呢 這段時間 那我們必須要按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決定 這個探病停止 然後陪病與一人為限 這部分我們也會協助來這個完成 那另外呢 我們針對十一家責任醫院 我們市政府 衛生局 針對防疫物資 包括病床調度等等 那麼也會積極協助 確保醫護的防疫能量能夠保持 大家會說 這件事的存在 我們要注意 我們來幫助 我們討論